再来看到台南 台南市海岸路 有一大片的艺术创作的蓝色墙面 被称为蓝赛图 是人气的景点 不过昨天上午 这一面墙被漆成了一片的白色 原来是因为台南市都发局认为 当地建筑老旧有安全疑虑 所以想在其他地方来重建这个蓝赛图 但就这样子毫无预警的一片刷白 让民众觉得又错愕又可惜 大片大片的白色油漆被刷上了建筑物 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房屋整修 而是位在台南海岸路上 拥有十多年历史的知名地标蓝赛图 从一片蓝变成了一片白 让现场聚焦不少民众 有人干净拍照记录 也有人感到很错愕 这样就跟一般整修的建筑物 没什么两样 不像之前这么吸引人的 如果没有特别的话 可能就直接骑摩托车就经过了吧 有一种一片空白的感觉 因为很难得来这边看这个 来看看蓝赛图原本的模样 八十多年的老屋 由艺术家刘国昌利用线条 呈现3D视觉效果 让几乎推回的老建筑 有了独特风貌 不但是很多人来台南 必定造访的热门景点 现场也曾举办许多文创活动 去年一度传出 屋主要收回房子 甚至拆除墙面 多方沟通后终于保留 没想到24号上午十点多 突然被突白 让附近居民相当不舍 从高中看到现在 就已经期了十年吧 还蛮想哭的 根据了解重新粉烧的原因 是因为台南市都发局 认为海岸路街景艺术 太过老旧 有安全疑虑 因此要寻觅新地点 重建蓝赛图风貌 有电TV周思宇综合报道